那的两位联合创办人 我们欢迎纯婷还有佩珊 是两位好年轻哦 是我们目前来说 我们从事这个品牌啊 算是临时的品牌 可是在从事这个品牌之前 两位的学经历背景 帮我做个介绍这样 我们的纯婷 我是那个毕业于 成功大学生物科技系的硕士班 然后一毕业就投入这个产业 目前已经三年 目前三年 那我们的佩珊 我是学电子 只有到武专 然后毕业之后呢 就是在家里八仙果工厂工作 所以其实家里是做 我们的八仙果的密建的工厂 对 所以那当初怎么会想说 要有一个契机说 会想要做自己的临时的品牌呢 那发想是我们佩珊对不对 是吧 没要cue你 你 从我们阿公 其实家里是因为阿公传承下来 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密建的制作的工厂 对 从阿公那个年代早期他挑着扁担 然后坐着橄榄 四处让他买 然后再传承给爸爸 然后爸爸早期也是从台湾的市场慢慢这样做 然后做到有一定的规模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转移到大陆去 去挑战不一样的市场 然后把事业规模也越做越来越 所以我们佩珊有一点想挑战阿拔的那个意志 我们把他在台湾再传承下去 是吧 希望我们的品牌 然后加上我们家的产业 能够有所不一样的火花或者创新 给大家这样子 这个理念很棒 所以当初就是有这个想法 然后我们佩珊就邀请我们春庭 来加入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们春庭觉得这个很棒 发想就冲进去了这样 然后就做了这个设计 然后两个是一起去设计这个名称的是吗 爱吃鸚啊 是因为家里很多小朋友 对家里小朋友多 然后也是常常去采购一些零食之类的 对 那与其就是要一直出去买 那不如我们自己也可以来 我们自己就是一个销售点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发想也不错 是为了家人孩子 对对对 一开始的确是这样子取名的 嗯 取名这很有趣 然后其实很贴近人心 其实我们小孩子本来就爱吃 对 这些名词嘛 有的没的 想说爱吃鸚蛋这个名词 大家一听 一定能够都能够记住 对 但是我们一开始在发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当时想的产品面大概是想要挑选什么 产品 那时候是先 一开始是先从家里 因为家里有做 还有做巴仙股 对 所以是先从那个当做我们的产品来做 一个发想 对 然后慢慢再增加别人 嗯 一开始我们是因为家里是巴仙股工厂 嗯 然后就想要走巴仙股销售这一块 对对 然后但是因为卖场如果产品太单一的话 其实会减少蛮多客人 嗯 所以就开始慢慢找其他同行啊 甚至是认识的人 然后去搜集这些产品 对对对 是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慢慢可能几样小样的产品 然后一直在扩大到很多 然后我们也是慢慢一步一步在做 然后一开始有就有做我们的包装吗 还是我们后期才慢慢去加入设计我们的品牌的包装 一开始我们的包装会比较简单 嗯 因为毕竟也有成本跟销量的考量嘛 对 都是会以透明带下去做贴牌为主 嗯 然后这个目前改到现在已经是第三版 嗯 就加入我们喜欢的元素 对 后来就是发想想要设计 把我们的理念就是一个很童趣又把 加上我们台湾很天然水果的图案耶 嗯 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经营理念比较偏向 可能不是传统的以前在做发现果或蜜件 对 我们有一个构思想要主打是 我们可能又加入果干的元素 对对 就是 这个商品的设计主要是让大家觉得说 假设我在一个商店里面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包装这样子 对 其实很吸睛耶 对啊对 就感觉那个很天然那个水果好像很好吃 就换成那个可爱的图画风这样 不得让你多看两眼 真的会多看两眼的 一直很想把它看清楚是什么这样子 对 因为我有看到他那个没完没了 一直在吸睛 你看到你会想说我念一下 上面写什么字 对 当初期的名字我们都很很谨慎的去 去设计那个名称 对不对 一定也是要跟这个产品是有达到的 对对不对 很有趣 就是一个念头 然后没完没了这个我们常听到 可是搭配我们产品就变得很有意思 这样子 里面是我们脆梅是吗 梅子类的 就都是梅类的商品 都是梅类的商品 都是梅类的商品 对 因为可能是我们可能在家里是我们是比较纯朴的一个环境 那可能家人过去早期对秘贱的观感可能会 可能让你会没有办法前进说我们要去做不同创新 所以那时候有挣扎过吗 蛮多的 不管在包装设计或是未来门市的呈现都是很纠结 因为不同年代的人一定有不同的想法 而且他们会觉得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是这样啊 好像不要改变太大 他们害怕改变 对 想要遵循传统这样子 走到这个时代 你不创新其实是很容易被淘汰的 是 对 我们就是要走不一样的路 对啊 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你才会有新的路可以走 对 我们就是要做到我来园林 要买密件 就是来这一家 是 因为我们当初现在的工作室是位在哪个地点 是在白果山下 对 其实白果山在如果已经当地观光 他好像后来也有改 比较新式的一个样貌 他现在有新增一个新的流卦体 所以观光客其实蛮多 我记得以前有一阵子 不知道前两年有做恐龙展 对不对 现在也有 现在还在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在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个早期的一个 景观点 小小的景观点 其实都有 搭配政府有做一个新的发展 对 所以两位也想要从 从旧时代中走出创新的一个元素这样 对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其实来主导我们自己的经营理念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的密件的生产方式 跟过去其实早期是有很大的不同 对不对 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来做密件的一个方式 早期的话大家的印象就是 密件是不干净的 嗯 是好像是都塞在地上 对对对 然后是人工有时候用脚下去 嗯 对对 因为那是菜包欸 对 因为它有 添加物的问题 黏黏的黑黑的 然后看起来就是 不干净 不干净 对 可是以现在的话 经过卫生局长期下来好几年的辅导 对 所以每一家的厂商 其实它的制作过程其实都大有改善 就是不可能再有就是 塞在地上这件事情 对 以前是塞在地上 现在就直接塞在铁架 然后上面还有类似一个 那叫什么 遮光罩 遮光罩 对 也避免说有什么东西会 鸟啊之类的 鸟屎掉下来 对 然后烘干的话也都是以 尽可能的话 就是尽量不要破晒一烘 烤箱烘干为主 对 对 对 那我们来分享说 其实我们爸爸那一辈 是把我们的密尖工厂移往大陆 其实大陆的制神也很严谨 对 分享说我们在大陆目前的工厂 一个生产方式 我们进去是属于像刚刚有提到说是 无尘式的工厂的概念 对 没错 进去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 无尘衣 帽子 口罩 对 一个入口出 一个入口进 一个入口出 就是经过也是每一间就是 腌制房 跟在就是 烘的地方 其实都阻隔得很干净 很清楚 对 所以我们有标准化的生产流程 跟以往是不同 对 所以其实我们消费者 是可以放心这件事情 对 即使是我们的工厂 现在是从大陆制作 那个制程也是大家不用担心的 对 因为现在可能早期 大家会担心会有填甲物 现在的制程上面 是不是也比较严谨 其实是以原料的水果 去做可能糖盐的研制 反而是不加我们任何的其他化学品 尽可能把添加剂拿掉 然后来 糖下去研制跟烘稿 让顾客可以吃到最原始的 天然的味道 对 跟过去 因为现在大家注重健康 所以其实已经摆脱我们传统的一些可能制作过程 免不了要放个可能比较 让它保持新鲜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生产技术都已经提升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省去这些没有需要添加的一些化学物 对 所以其实可以让我们消费者是安心的 对 所以我们两位就是用新时代新年轻人的观念去制作我们旧时代的一个临时的产物 对 那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除了蜜腱果干 我们为了消费者我们有新增其他的品项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品项的大概种类是哪几种 品项的种类有 很多喔 说到我们刚刚说有 就是超商看得到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有 嗯 所以其实我们有增加 我们除了原本是以蜜腱为主 蜜腱果干 但是为了符合大众多元的口味 进来就好像是进去一间超市 对 但我们也是尽可能说跳桌书跟超市不一样 像我们有些卖的饼干是很迷你包的饼干 就是一般可能在市面上看不太大 对 或者是在市区看不到 可能在只有在乡下才会卖的那种 小包20几公克的饼干 是 就是会跟 希望说跟市场上是有所区别的 嗯 那你进来这间店 我说你熟到的东西 哇这饼干怎么这么小啊 就觉得 很可爱啊 就是很适合小朋友 毕竟有些家长 他不希望说给小孩子吃那么大包的意思 因为你去全年买 就是都是那种超级大包 然后有些人就担心说 我一开我又吃不完 就觉得很浪费 怕他就是返潮 就是不脆 可是小包的小朋友 一小包小朋友吃一吃 你又不觉得说他吃了很多 怕担心那些 饭吃不下还是怎样 偶尔偏偏小孩其实都是很OK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可能包装上面 有走了一个创新的观念 这样子 因为现在大家 可能搭配现在饮食习惯不太一样 然后大家 家长的 比较注重小朋友的 一些临时的摄取量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概念去改变 我们的包装生产 对 然后可是这期间 其实我们有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 比如说包 可能我们包装设计上 也会有成本提升的问题啊 或者在设计上当初 我觉得很困难 就是这个线材 这个线材 然后沿用到我们可能引进其他的饼干 零食也是做小包装的分量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一致性 我们就是以小包装为主 可是大家可以 可能用 原本我可能大的金额 可是我可以拆成多样化 你满足大家的 可以吃到 就是觉得50块觉得它高贵不贵 对 欸真的很高贵喔 这包装计 就可以当时多挑几一样 不觉得说太贵或什么 因为像大家不是很爱去摧昆 对 都是很大包装 所以其实我们要走另外一个市场 走迷你小朋友版 或者是小鸟喂版 他其实放在办公室 然后下午茶也是很适合 因为我们很多蛮多客户都是 固定每个月会跟我们订购一批饼干 然后就放在公司 对对 然后就是小小的 然后公司就很容易去分 也不需要跟别人分食 就自己就可以玩 干净卫生 对对对 我们从疫情以后时代就这样 对对对 改变食用 大家自己吃一包喔 没有在一大二分食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时代不同 所以我们有走新的一个营运的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从这其中 我觉得那个纯亭跟配餐应该都有很大的感触 对不对 从我们原本把旧观念的一个传统的密件 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包装 然后产出自己的产品 其实觉得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成长很多 有 我觉得最多成长应该是性格吧 因为我是一个很 蛮火爆的人 就很容易被刺电燃 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渐渐的训练成被点燃 但是要很安静 对对对对对 不讲话 就是很多事情其实 就没有每一件事都很顺利 对对 常常就會需要一點時間去消耗 我怎麼覺得你好像有一點有口難言 沒關係 放到會看到這一段嗎? 創業本來就是一大堆有口難言 有些事情我們要聽到不同的聲音 我們就收納下來 但是我們可能用自己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多做解釋到 人家都能接受認同 可是我們在努力的消化 然後做出自己滿意 然後也希望其他人也大家都很滿意的一個狀態 努力去做一定有困難 那再來是說 其實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品牌有一點期許對不對 我們早期是從我們線上的一個商店 線上商店去出發的 然後我們自己也有希望把我們的品牌做到一個藍圖 還有我們實體店的 實體店的建立主要是覺得 因為一般大家在網路上買可能會覺得 有點缺乏信任感 我們就會覺得有點虛無飄渺 萬一說什麼問題我找得到人嗎? 對啊 會覺得這商店有沒有責任險 才責任險走 有沒有賠償 對之類的 然後主要建立這個店也是希望增加大家的信任感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會有客人來 然後也可以讓他更自在在裡面挑選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發想對不對 我們實體店面要走跟人家不同的服務 我們配身分享一下 接下來我們實體店面裡面就是不會像以往傳統的方式 就是你要多少我馬上送給你 我們會有展示台 展示我們就是讓你看到蜜餞的實體 但是 另外你想試吃的話是另外有一區是試吃的地方 對 也會有椅子讓你們坐下來 去享用去 是沒有壓力的空間 那也是 是很舒服的 去挑選我們 你所喜歡的產品 這樣子 對 我們走一個新式化的服務對不對 可能大家走到這個商店還可以坐一下 然後喝喝茶 然後 吃個點心 然後 那後面都可以選購 這個概念 不要急著走 吃飽再走 對 你盡量吃 這樣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 其實 我們兩位也是一個創業的新手 走到現在我們也三年努力了很久 中間也是 給了自己很多挑戰 那我們來建議其他人如果也有年輕人想創業 你們還會鼓勵他們嗎 會啊 會 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但是 就是 風險蠻大的 因為我們算是 比較幸運的 就是很多人在支持 有 家裡的資源 家裡的很多人是蠻支持我們創業 但如果是自己的話 其實有很多資源可以有 不管是 勤創的貸款 或是什麼 網路上資源其實蠻多 但是 不管資源有多少 最重要的還是自己 想不想做 對 就是 真的要堅持 因為 你在創業的時候真的 能幫你 實際上在身邊幫你的人 就只有你的partner 對 就是要互相鼓勵 我們佩三跟那個純妮兩個就是彼此的一個溫暖的來源 遇到困難也是眼淚寒著也是要往前走 真的 對 真的就是 姐姐 他就是會一直讓著我 他就是真的像姐姐一樣 一直 不知道 你遇到阻礙或攻擊的聲音 姐姐會安慰你 說沒關係 是不是 那個概念 其實你們要兩個 首先的手往前走 因為創業遇到困難其實都是很正常 遇到挫折也是很正常的 這些路就是一定是 自己要去跨過去那個坎 你才有辦法 再更上一層樓 才有辦法去突破看見 另一個 自己 對 說很好 你知道這樣 沒錯 因為其實心裡 做任何事情其實心裡面自己都會拉扯 該不該做 做了不知道好不好 對不對 而且 其實也很在意說 周遭的人都在看著 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成功 長輩都在看 親朋好友都在看 對啊 如果做不好是不是 他說在看你笑話 就是閒言閒語 可能就會一直 從耳邊穿過之類的 所以我們也只能 硬著頭皮上 對啊 絕對不能放棄 這是面子問題 對 很重要 很有趣的是 你會發現說在創業的路上 這些 可能是 關心你的也好 我們把它視為關心好了啦 就覺得他也害怕我們太辛苦 害怕我們失敗 可是沒關係 我們就是不怕酷 我們就是想要做出自己的事業來 不要在意別人的 一言一語 勇敢的 往前衝就對了 對 就像如果 網路上遇到酸民 所有的攻擊都只是怕你 比他們 快成功 對 他們害怕你走太遠啦 他還在那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每個創業的人就是 不要 去 受其他人的影響 然後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 然後堅持 然後 做自己喜愛的 堅持下去 你才會有看得到你自己的未來 未來是 兩位的 沒錯 今天很開心兩位帶來一個 創業故事 關於我們傳統的密切 工廠要走出新的一個深入 給他一個新的思維 也給我們消費者其他不同的一個發想跟面向 其實 考驗的是兩位的一個 毅力 跟創意 期待兩位繼續發展 然後可以把他開創一個新的 世代 然後給大家不同的一個 很新奇的一個想法對 顛覆傳統的密件的一個舊思維 謝謝兩位帶來創業故事 謝謝 謝謝